直播室,我是袁思恒 我是徐順逸 中大校長段崇志辭職,明年1月卸任 中大的公告引述段崇志說 大學條例修訂之後 中大落實新管治架構 是密室新校長的合適時機 中大感謝他過去6年領導大學發展 有學生就表示震驚 先由徐永熙報道段崇志辭職的決定 段崇志前年獲校黨會通過續任3年 新任期剛剛開始一星期 他就向中大辭職 中大發公告說 星期一收到段崇志請辭 他會在明年1月卸任 中大引述段崇志說 按照修訂後的大學條例 中大落實新的管治架構 認為是大學密室新校長的合適時機 段崇志對於服務中大感到榮幸 感謝中大社群的支持 剩下的任期會確保大學管理順利過渡 中大感謝段崇志過去6年盡心服務和領導大學 監督中大深圳醫學院和音樂學院的成立 帶領中大在世界大學排名和研究取得卓越的表現 72歲的段崇志是生物醫學科學家 曾經在美國多數的研究所擔任總監 又擔任過研究局的成員 2016年加入中大出任結出訪問教授 第二年獲校董會一致推薦出任校長 2018年就任 任內經歷2019年反修例事件 同示威和被捕的學生對話 之後發公開信要求警方確保被捕的人權利不被剝削 被四個警察協會批評偏頗 發實施前夕 段崇志和另外四間大學校長發聲明支持 前年提名李家超參選行政長官 到去年中大校董會改組法案惹來爭議 他多次以生病為由缺席多個場合 期間副校長吳樹培參與聯署反對改組 立法會最終通過大學條例修訂改組校董會 增加校外校董的比例 期間段崇志多次遭到質疑管治有問題 吳樹培上個月就被校董會決意解僱 有線新聞徐永熙報導 由中大學生擔心院校自主會收窄 也有學生提到前副校長吳樹培 被校董會解僱等連番風波 認為校方管治混亂 一位而報導 在校長官底看完有中大車輛駛入 未見段崇志 校長辦公室所在的行政樓 副校長汪寧生等人召開會議 段崇志辭職的消息一出 中大學生都說震驚 很突然 他都挺照顧學生 1920年的時候 他都會跟學生對話 可能有不同方面的壓力 或者是 是甚麼壓力 可能管理層他們方面的東西 之前畢業典禮有很多那些環額 那些已經立刻被人捉走了 那些自由會少了 可能都會有擔心 可能不同校長會有不同的政策 可能會 比如說放了一些資源在教學方面 可能都會有的 化學長被人辭退 可能都會收眉一點點亂 吳雪培上個月遭校董會解僱 段崇志之後在中大專欄 由衝感謝他當年來對中大的貢獻 由前任校董估計 段崇志辭職與事件有關 當然會造成行政的混亂 非常強勢的臨時校董會 對中大的管理 會陷入一段半真空時間 空前沒有那麼強勢的校董會 做校長那個確實要聽明白 我相信這個人都非常難請 聯書院學生會希望新舊校長交接 不影響學生會重組 距離段崇志離任只有一年時間 根據中大條例 校長聘任機制要由校董會 成立輪選委員會 委託輪選顧問在全球招聘 預計需時18至24個月 有線新聞一位二報導 教育局說 已知識段崇志辭職 說他在任期間 中大獲多項國際及國家獎項 在多項世界大學排行榜 累創佳職 又說修訂中大條例之後 校董會正著手 完善架構 提升管治水平和效能 政府深信校董會將會基於大學的長遠利益 和發展需要 在聘任新校長的時候作出適當安排 令中大能夠繼續提供優質教育 為香港和國家培育優秀人才 政府面臨千億財赤要開源 會不會提高急診室的收費呢 行政長官李嘉昭說 現在用急診室的人並非都有緊急需要 要善用資源檢討是好事 又說政府會繼續推動盛事 帶動經濟 何婉儀報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打開口牌 開源方案包括檢視公共服務收費 公立醫院180元急診室收費要否提高 行政長官李嘉昭說 主要考慮急診室資源有沒有善用 過去的一些使用情況 也都看到有很多未必需要使用急診的人 都去了使用急診室的服務 我們去看看如何檢視急診室的服務 是適當地用在最急切的人士 去配合我們的分流制度 我覺得這個檢討是對的 也是好的 對於自由黨建議增設港人海陸空離境稅 李嘉昭說會審視不同意見 香港本身就是大灣區城市之一 所以多年推動我們見到成績 例如我們現在看到 兩地的人流都是非常頻繁的 所以我們整體當然是鼓勵兩地的融合 也鼓勵兩地的人往來的 他又預告本港將舉行當項國際盛事 包括七人籃球賽 大型時裝騷等 政府會搭台推動盛事經濟 他又說零售和旅遊業的增長理想 訪港旅客已經回復到疫情前的六七成 相信今年年底運力回復正常 旅遊和零售發展會進一步向好 有線新聞何軟宜報導 特首說相信年底運力回復正常 不過個別航空公司的人手又夠不夠應付呢 國泰連日取消超過20班機 調撥人手應付農曆年旺季 吳尼家超說非常關注 要求國泰長遠檢視人力安排和運力 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 促請國泰正式機組人員待遇 否則會打擊本港航空樞紐地位 鄭家淨報導 國泰早上同一時間有兩班機取消 分別飛台北和吉隆坡 同日合共至少20班機取消 今個月和下個月陸續有利 由本身是國泰員工的台灣旅客 星期日受影響要改行程 行政長官李家超促請國泰長遠檢視人力和運力安排 特區政府是非常關注 一定要盡一切努力去確保受影響的一些旅客 他的不便和損失減到最低 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指 國泰疫情期間減薪 又解僱大量員工二合關閉港龍航空 流失超過2000名機師 導致人手不足要取消航班 批評管理層決定錯誤 促請他們正式員工待遇問題 留住重新聘用的幾百個機師 以免再有機師辭職 否則會削弱香港航空業酸漏地位 國泰早前說 整合了今個月和下個月的航班 是要確保可以應付農曆年旺季的需求 也增加了後名機師的數目 是吸取了聖誕時取消班機的改善措施 有線新聞鄭家俊報道 中央外事辦主任兼外長王毅 總結去年外交成就 強調中方始終堅持開放包容 鞏固拓展全球夥伴關係 又提到中美雙邊關係實現止跌回穩 強調會落實中美元首會五共識 探索兩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 何森妍報道 外長王毅在北京出席一個研討會 支持的時候說 過去一年是中國外交開拓和收獲之年 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 舉辦一帶一路金磚等多場重要論壇和峰會 形容中國外交搜正創新抵禮憤盡 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新貢獻 王毅提到中美關係上年年初遭遇嚴重困難 中方表明嚴正立場 要求美方改變對華錯誤認知 回歸理性務實對華政策 經過艱苦努力 雙方重構溝通和對話 雙邊關係實現止跌回穩 王毅強調會探索兩國正確相處之道 同時和周邊國家增進友好互信 落實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共識 探索形成兩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 深化中俄戰略互信和互利合作 康什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黃毅強調在戰爭和和平之間 中方堅定選擇和平 積極勸和速談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 黃毅說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進入更有作為的新階段 強調中方會堅持開放包容 鞏固拓展國際關係網絡 為世界提供新機遇 有線新聞 何新言報導 回來新聞時間 接下來香港再多一間大學 名外專上學院通過學術評審 獲准升格 並證明為聖方製各大學 是本港第四間取得大學名銜的 自資專上院校 今個學年有3500個學生 3000人是全日製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 新格充分認證政府自力推動資助 同自資專上教育並行發展 相信自資院校會擔當培育人才的關鍵角色 支持香港發展成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名外專上學院1985年成立 2001年莫准開辦副學位 2010年莫准開辦學位課程 校方感謝各界支持 表示會與更多行業合作 研究推出酒店以及旅遊等應用學位課程 公屋租金會兩年檢討一次 今年第三季可能會調整租金 如果不加租 預期會有11億的赤字 防委會財務小組主席默瑞才華 不希望動用儲備 即時加租 亦相信是租戶可以接受的水平 蘇敬華報導 防委會最新財政預測 假設公屋不加租 明年租住房屋會有超過11億的赤字 在燃油機制下 今年第三季會再檢討公屋的租金 財務小組主席默瑞才華 公屋租金只是用作日常維修開支 而檢討機制已經考慮市民的可負擔能力 相信即使加租都可以接受 公屋租金的來定 會是看回公屋的入職中位數 接著計算超過貿易物費 是用來計算的 所以現在平均每一個公屋的單位 平均租金是給2至200元左右 就算你是加幾百分比 或者加十百分比 可能是80、500元 相對於市民的可負擔能力 應該都可以承受的 默瑞才華又說 如果不加租房委會會 會動用儲備扣除赤字 他表明不希望發生 而財政預測又提到 房委會建築開支未來五年 會逐步遞增到408億 儲備就會大減300億 有房委會委員建議應用新方技 減散建屋的成本 現在運用包括組裝合成法 引入設計與建造的新規劃設計模式 其實現在還在前面開始的階段 還未是大規模地投入到整體公營貨物建設 在未來成本能不能夠 因應這些新的技術 或方法可以減輕 都是好看未來投入多少資源 梁雲廣有建議將更多項目列為 居屋或陸自居 增加收入減輕房委會的負擔 有線新聞蘇敬華報導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區議會已經回復到基本法下的定位 專注務實 不再犯政治化 未來會推動地區經濟 舉辦日夜多彬分活動 至於有關外隊 停止服務 他相信還有真心 有心人 希望在地區貢獻 王展熙報導 18區區議會已經召開第一次會議 行政長官李家超形容 是展現出新氣象 新面貌 回歸到基本法定位 即是非政權性區域諮詢組織 為地區的利益服務 不再犯政治化 而是專注務實 區議員積極發言 在推動地區經濟 解決社區問題 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他提到為了帶動地區經濟 18區這五個月 將會舉辦一連串活動 以日夜都彬分為主題 例如深水保佑激光劍運動和Cosplay 九龍城就響應泰國潑水節 提供美食 歌舞和泰拳體驗等 作為地區治理新制度的一環 元朗瑞華關外隊中標只有三個月就停止服務 李家超說設計的時候已經預設有關外隊服務不皆被取消服務 或者自行辭任 當局會盡快重新輪選 有心人多得事 但我們希望真心的有心人 李家超是誠心去為地區服務的有心人 他強調全港有400多隊關外隊 如果出現服務空缺 會安排輪近地區關外隊報位 由尖旺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開會 討論夜繽紛和打卡點等的事項 有議員關注如何吸引遊客消費 前線的相反或者做生意的朋友 他們反映就是現在不是沒有遊客來香港 現在不是沒有遊客來打卡 而是他們真的只是來打卡 打卡完究竟他們肯不肯消費 消費多少 消費得多少 多深入才能夠幫到大家 既然打卡 也都有一個獎勵 有一個優惠給他們 去區裡面的商戶 消費 增興到經濟 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麼必然的關係 是必須要有在當中 他說情人節打卡裝飾 全世界大同小儀 必須有香港特色才吸引到遊客 據了解 前元朗區議員林俊 涉嫌串謀行騙和欺詐被捕 31歲的林俊 是前元朗瑞華區區議員 2021年7月辭職 消息說商業罪案調查科探員 早早在大角咀 漁樹街拘捕他 他涉嫌經由他創立的同行物流有限公司 申請創科局創新科技基金的科技券 獲批超過24萬 涉嫌串謀行騙及欺詐 據悉同案拘捕超過20人 創新科技柱說 去年收到申請科技券的舉報 分析之後認為有可疑 主動轉交警方跟進 合作者 4.9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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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1